黄金是百合科,黄金属植物,根状经圆柱状,由于节节膨大,因此节间一头粗,一头细,再粗的一头有短分支,直径1至2厘米,经高50至90厘米,或可达1米以上。 花絮通常聚2-4朵花,4成散形状,总花耿长1至2厘米,花耿长2.5,4-10厘米,花被捅中部烧一缩,裂片长约4厘米,花丝长0.5-1厘米,花药长2-3厘米,子房长约3厘米,花柱长5-7厘米。 江果直径7-10厘米,黑色,距4-7颗种子,花期5-6月,果期8-9月,分布于中国、朝鲜、蒙古和苏联西伯利亚东部地区,在中国分布于黑龙江、吉林、辽宁、河北、山西、陕西、内蒙古、宁夏、甘肃东部、河南、山东、安徽东部、浙江、西北部、江西、铜骨等地。 生长于海拔800-2800米的林下,灌从或山坡阴处。根状精为常用中药黄精。 黄精实质性为甘甜、爽口,又是很多中药配方的主要材料,秦岭林区具有悠久的采用传统。 黄精可用于脾胃虚弱、体倦乏力、口干食少、肺虚造咳、精血不足、内热消咳等症及治疗肺结核、选菌病等。 黄精根精含有多种营养成分,包括糖分、脂肪、蛋白质、淀粉、胡萝卜素、维生素等,生食、炖福均可,既可以充饥又可以健身。 黄精的功效和作用。 具有补气养阴、健脾、润肺、益胜功能。 用于治疗脾胃虚弱、体倦乏力、口干食少、肺虚造咳、精血不足、内热消咳等症,对于治疗糖尿病疗效显著。 黄精多被用于治疗脾胃虚弱、阴虚肺躁、肝壳少痰、须发早白、精血不足、内热消咳等症。 现代医学研究表明,黄精还具有降血压、降血糖、降血脂、防止动脉周样硬化、延缓衰老和抗菌的作用,对于糖尿病也很有疗效,对多种细菌和皮肤真菌有抑制作用。 如果把它跟枸杞合用,补精气的功效会增加很多。 《本草纲目》中曾记载,黄精、仓树隔四斤、枸杞根、百叶隔五斤、天门东三斤。 组织一旦、铜躯十斤、糯米一旦,如常酿酒饮。此方能撞筋骨、以精髓、削白发。 医学名著《奇效良方》中也提出用黄精和枸杞子互相配武能补补精气的论述。 可见黄精和枸杞真是天仙配。 有抗缺氧、抗疲劳、抗衰老作用。 能增强免疫功能、增强新陈代谢。 降血压、降血糖、降血脂,防止动脉周样硬化。 有延缓衰老和抗菌等作用,黄精多糖具有免疫激活作用。 用于阴虚肺灶、肝壳少痰及肺肾阴虚的劳嗖酒壳等。 可单用凹膏符或配穿备母、织母等同用。 只劳嗖酒壳可配地黄、天东、百步等同用。 用于脾胃虚弱。 黄精既补脾音又亦脾气。 若脾胃气虚而倦怠乏力,食欲不振,脉向虚软者,可与党身、白煮等同用。 如脾胃阴虚而炙口干食少,饮食无味,舌红无抬者,可与食壶、麦冬、山药等同用。 用于肾虚精亏的头晕、腰细酸软,须发枣白及消可等。 至肾虚精亏,常配枸杞子等同用。至肖渴,常配生地黄、麦冬、天花粉等同用。 所以说黄精的好处有很多的,不仅仅可以降血压、降血糖,并且经常服用的话, 还可以抗衰老、抗疲劳的,知道了这么多的好处,那就来看看它怎么吃才好吧。 黄精怎么吃? 食用黄精的方法有很多种, 既可以熬糕、炖汤、泡酒、煎煮,也可以泡水喝或直接搅拂。 要想黄精的效果发挥最好,建议用黄精泡酒。 制法,取80克黄精洗净,切片后晾干,装进干净的纱布袋中并封好袋口, 放入两升纯凉白酒中密封浸泡一个月。 食用,每日两次,每次15至20毫升。 功效,健脾,乌发,润血糟。 请 perpetual演出!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